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很像一戰前的歷史 在英國18世紀的時候 英國是殖民地的帝國 19世紀發展成為工業強國 因為它越來越有錢 工資越來越貴 它將它的生產力移到殖民地 就可以控制成本 控制全球 其實就等同上一個世紀 美國就要玩全球化 將它的生產力 放在一些第三世界的地方很接近 上一兩個世紀 在英國金融發展 跟不上那個發展得太快 又會形成泡沫 1873年的時候 經濟不太好 發生蕭條 整個世界 用了二十年才可以脫身 剛巧在那個時候 德國的工業就冒起了 它跟那時候還有的 叫做奧圖曼帝國 發展它的工業 它知道石油很重要 它想著做一條巴格達的鐵路 運輸石油 就不想受到英國的海軍的牽制 正正是因為這條鐵路 是導致英得兩個國家 只要做一個世界的盟主 就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 其實這就是接近現在中國 是想做一帶一路 一模一樣 即是說 中國的崛起 去見那個一帶一路 是影響了美國的利益 等同以前 德國建的那條巴格達鐵路 去運輸石油 又是影響了英國 統治全世界的利益 一模一樣 即是說 接下來的戰爭 如果跟回歷史的軌跡 是無可避免 只不過 現在的戰爭 是不是真真正正是真槍實彈去打 或者是 好像現在 俄羅斯和美國那樣 找一個第三方的地方 在那裡去打 通常 世界就很有趣 兩個強者 不會在自己的地盤那裡打 在第三方那裡打 打亂它的時候 才再出現一個新的民主 或者是 產生另一個戰場 好像現在我們經常講的 科技戰 美國就禁止你所有科技研發的產品 入中國 都是一種戰爭 歷史是不斷地重現 期望世界和平 通常只有一個口號 因為人是一個好戰 非常好戰爭的民族 的物種 今天想講的 一戰前的歷史重現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